你的巴西龟脱壳了吗 自从有了一个晒台 老巴西越来越放飞自我 一有空就爬上来休息 这小爪子 现在那是相当小混 但是好像又到了巴西龟 一年一度的退壳时间 退甲已经掉了好几块 不仅难看 还经常堵塞水崩 虽然原则上来说 这个时候不需要干预 让甲片自然脱落比较好 但作为一个强迫症患者 看着实在难受 而且缝隙也会关心水 想着龟应该不会太舒服 所以我打算帮帮他 找到峭边的地方 轻轻一丝就掉了 这个声音还蛮解压 如果是像这样很完整 也没有味道的 就是正常的退甲 不假的话 跟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 这就是去完死皮的样子 中间两块甲片 找不到峭边 可能是还没有完全长熟 这种情况 就千万不要强行去抠 顺其自然就好